肠病毒远离我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台股聚寶盆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目前的台股 台股目前它已經跌了127點 128點 其實整個跌幅已經開始收斂 台股今天會跌這麼凶 主要是昨天台積電法說 會不是 準法說會不是很好 就是不盡如人意 差強人意這一部分 首先我們看一下 目前台股來講 它留了一根很長很長的下影線 現在很多投資朋友會很擔心 老師是不是台股開始反轉 開始轉空了呢 台積電未來怎麼辦 它現在的法說狀況不是很好 那現在是不是應該賣股票還是要怎麼做 其實各位不用擔心 早盤的時候台股最高跌到301點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經收斂 早盤它的月線已經破了 但是現在又站上的月線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如果今天它留一個很長的下影線 再加上它的量出來的話 那恭喜各位這是一個很強的一個止跌訊號 所以呢我們後面要看的是 它的量能不能上來 那再加上它是不是留一個很長的一個下影線 這也是九田戰法很強的一個反轉訊號 那上次老師在節目中已經告訴各位 這是一個吞噬線 也是九田戰法一個很強的反轉訊號 所以你看在連續上漲的五根的K線之後 反轉訊號一出來 是不是台股整個就開始往下走 那今天呢 最主要就是等收盤之後 它只要守住月線 然後帶量出來 原則上這個 原則上的話 這就是一個很強的止跌訊號 再看目前它還是一個多頭格局 因為它的不管是長線中線短線都各按其他的位置 並沒有並沒有一個變化 還是長還是短中長 做一個一個多方格局的一個佈局 那短線上來講的話 目前還看不出來是一個這個 這個一個反轉 但是呢 這個因為昨天台積電的一個逆風 它法說會不盡如人意 但是其實老師另外一個看法 其實這對各位投資朋友來說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怎麼說 因為呢 經過台股下殺之後 至少可以把一些目前這個融資余額 殺掉一些 因為目前融資余額非常的高 從之前它是增加37億 一直到17億 一直到前天6億 可是呢 昨天突然又增加23.8億 這個對台股的上漲 對台股一個上漲走勢來講是非常的不利 那這一次如果下殺過來的話 這一次台股如果下殺的話 我相信可以把一些融資余額砍掉一些 那對台股未來上漲的話 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那第二個呢 在台股下跌的過程中 各位投資朋友 你也可以趁機逢低布局 目前來講是一個逢低布局的好機會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是昨天台股一個走勢 其實這已經不重要了 大概看一下 那昨天有工上僅限 但是它的量不足 再加上台積電法說不如預期 那昨天量不足 就顯示市場上所有人都在觀望 它昨天量非常的少 那表示市場在觀望 雖然工上僅限 但是呢 因為台積電法說會踹你一腳 所以台股短期來講呢 它的走勢會非常震彈 那昨天呢 台積電它的ADR呢 昨天也中錯了5% 那連帶 連帶把那個輝瑞還有超微呢 他們跌幅 拖累他們的一個跌勢 也超過3% 所以昨天廢班跌了3.62% 所以跌幅是非常非常的重 好 那我們看一下台股的多空新聞 在多方 多空的 在地多的方面 昨天道琼他是連續9個交易日持續走高 創過2017年來記錄 也就是說之前四大指數表現最不好的道琼 也開始動起來了 但是呢 可惜昨天廢班因為被台積電拖累 所以整個廢班又重挫下去 但是不管怎麼講 最差的學生成績都好起來 那最好的學生只要給他一點時間 他的成績就會開始上漲 那昨天呢 我們看到台紫期外資流昌 流昌多單的部分已經來到5000口 但是呢 在現貨的部分 他還是賣了50多億 那表示呢 外資呢 他還是站在一個觀望的態度 那這個所謂觀望態度是說 他沒有完全偏空看空台股 也沒有完全偏多看多台股 他只是目前還在觀察台股的未來一個走勢變化 好 那再來利空的話就是剛剛有講到融資又增加了 從昨天前天的213億增加到2157億 這個浮動籌碼一直持續增加 這是對台股上漲會造成一個比較大的干擾 因為你的籌碼亂就沒辦法帶動他一個漲勢 那再來呢 昨天公佈這個我國外銷訂單 連時黑 其實這是預料中之勢啦 那基本上對台股影響比較不大 而且之前都已經點9黑了 台股都已經上漲了 今年來講已經上漲了18%左右 那我國外銷訂單年減24.9% 那主要影響台股最大的還是昨天台積電的法說 那最後這邊就講到他是二度下修財測 這個二度下修財測就是 我們待會看一下他法說的一些內容 來台積電法說漲萬不佳 昨天台積電法說會有幾個重點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昨天韋哲家講 第三季雖然AI的需求很強 但是呢 對於客戶的高庫存來講的話 還是不敵 沒辦法完全抵消 這個客戶的一個高庫存的一個調節 所以對第三季漲萬來講 是不是非常看好 那之前市場預估 第三季激增是11.6% 但是昨天韋哲家他有講 那目前台積電他的激增 目前看是9點多%左右 那低於整個市場的預期 然後再來呢 他又下修了今年金元代工的產業 包括他的台積電營收的一個預估 那重點是這兩個 第三跟第四 還有第五個 這才是重點 預期他的庫存調整 可能延到第四季 也就是說原則上 基本上市場看好說第三季可以開始反轉 但是目前看來可能要到第四季才會開始反轉 那不管怎麼樣他都是一個 一個就是 往上漲的都是一件好事 至少他第四季開始反轉也是個好事 那主要是說去年一二三季他的激期太高 所以造成台積電的這個 在他的激期太高就造成他的這個年增率會比較差 那去年我們是從第四季開始下滑 也就是說去年第四季的激期比較低 那加上今年開始很多新科技的一些應用 所以預估今年第四季的一個營收 會高於這個去年第四季的營收 那再來第四個 就是所謂的資本支出 仍然維持在320億到360億 那這個的話 其實對一些台積電的一個設備廠 資本支出類股的話 其實還是一個利多 最後台積電他跟你講 他還是會投資 持續投資這個先進製程跟特殊製程 還有這個所謂的COAS先進封裝 那持續還是規劃他的一個產能 好 接下來我們講到之前 我們有這個禮拜 這個18號有推薦這個 看好的幾個台積電的個股 那第一個就是旺系 我們在18號有跟各位介紹這支股票 那目前呢還是看多 那主要是說當初他的本益比很低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天來呢 其實他漲幅不多 只有1.4% 主要是因為呢 大家都在觀望這個台積電的一個法縮會 所以呢這個他的漲幅不多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的量都是在說 那之前有講過他是呈現一個價跌量 所有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說市場投資人士還在觀望 那他的本益比目前是14.3倍 那旺系呢 他是本身是做個這個什麼東西呢 他本身的產業是做探針卡 探針的板卡 那探針板卡是幹嘛的 他主要是用在測試用的 也就是說 你要測試一個晶片 那一定有一個測試機台 那他是這個探針板卡 他是介於晶片跟測試機台中間一個媒介 那你必須要把你要測試的晶片放在這個板卡上面 才有辦法去做測試 但是呢這個板卡呢 其實又分很多種 那主要的還是要針對客戶的需求 那目前來半導體來講的話 主要是需求比較旺盛的是ASIC 也就是說客製化的晶片 那在客製化晶片多樣化的時候 你這個板卡的製作呢 就要非常的多樣化 好那接下來 這是我們看好他的原因 第一個他一到六月營收持續暢高 那他在產品多元化 他是目前我們國內的探針板卡龍頭 那他的產品多元化 所以讓他的 讓他的這個在業界表現中是最穩健的 尤其呢 他的下半年營收呢 會優於上半年 所以呢 全年的營收呢 有機會創一個新高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他目前第一季的 第一季的一個營收 第一季的一個EPS 我們可以看到 旺西呢 第一季他的他的營收 他的第一季的EPS是2.98 那我們看一下他同業中探針 中探針是6217 6217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EPS只有0.34 跟2.9%來比的話 那這個旺西他的一個基本面 確實是比這個中探針好太多 那中探針是他同業 而且他本益比還來到了37.98 那相對旺西他本益比只有14倍 如果你用本益比去算的話 那個他旺西的股價上漲空間 是非常非常的驚人 好 那這就是我們看好旺西的原因 雖然台積電法說不是那麼的好 但是呢 我們還是持續看好他的 他的概念股旺西這一支 他未來的一個成長性 好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回來 再補給你知道 全民抗掌大作戰 888抗通膨專案 讓您輕鬆的負擔 幫助您快樂的賺錢 抗掌專線02-8511-3366 抗掌專線02-8511-3366 頂頁頭顧 相信 有一點沒問題 更快 小勇講 提接 即可 提 請 請 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家公司的财报 财务体质健全的话 这个市场早晚一定会还他公道 虽然昨天台积链法说会不怎么样 但是呢你看到他忘记在早盘 经过这个消息的消化之后 他的股价开始持续往上走 这主要是我们看好他在财报上的一个亮眼的表现 那再来第二支呢就是这个红硕 那红硕是做什么呢 他做的产品比较熬口 有点类似那个闹口令啊 他做的产品叫做半导体 半导体后段封装制程 施制程设备有点饶舌 但是他这个设备呢 主要他也是国内的一个龙头 那他目前市占率高达6到8成 6到8成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3131他的一个财报 好 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EPS低劑是4.1块 那他的本益比是到26.4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同页6187万论 那万论之前也涨了一大波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只有赚到0.17块 那相比4.17来讲的话 是他的好几倍 那再加上他的EPS 他的本益比高达30.43 那跟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 红硕只有26倍来讲话是差很多 那为什么我会选红硕不选万论 就是这个原因 第一个他的财报发展性非常好 再来是他的整个财报体质非常的优良 那再看到最近涨很凶的一支也是 相关的同业类股就是新云 那新云大家可以看到他的EPS低劑EPS是1.8亿 那跟刚刚4.1来比的话至少差了三倍以上 那本益比虽然是比较低啦 但是其实也差不多啦 如果你再去用本益比来去换算 他的一个股价成长率的话 那红硕呢未来的成长性 是未来的股价成长性是非常可及 那红硕呢他现在也是逐步 早上也是下跌 那目前开始往平盘靠近 那这支股票我们当初推荐的时候 是因为他技术的现行还不错 那这是18号 那这三天呢涨幅其实也不多啦 主要也是受到台积电法说会的影响 那大概是1.9% 不过我们还是持续看好 那主要是第一个技术面来讲 他的多方格局不变 那刚刚也讲过 他是一家很赚钱的公司 那看好他的理由 之前是在法说会有说过这个台积电 要扩厂增加先进封装才能 那法说会已经结束了嘛 他也跟你确定了嘛 我就是要增加这个先进封装的产能嘛 那是不是红硕先萌其力 为什么他可以先萌其力 刚刚我讲过他是龙头厂 所以他在这方面 他一定可以先藏到天头 那再来呢 他上半年虽然受到这个逆风影响 但是呢 他在相关的一个订单爆发 所谓相关订单就是一些新科技的应用 包括AI 5G ADS 一些新科技的应用 预期呢他的成长趋势 会一路看好明年 那这也就是他为什么 他的财报非常的漂亮 好 那第三支呢 就是中细 中细 中沙 中沙他之前也是我们18号介绍的 他本益比非常漂亮 是19.6 基本上像这种电子股 他的本益比平均大概差不多是在15到20% 那19倍来讲的话是非常低 再加上他今年以来最高的本益比是27.3 就是表示说他未来的股价呢 对他自 对未来的股价呢 如果以本益比计算 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上涨空间 尤其呢 他的财报也是非常不错 那中沙是做什么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主要有两个营运业务 第一个就是沙伦业务 那第二个是再生金源 那再生金源这部分的话 他是全球第五大 第五大的厂商 所以在这部分的话 他也是刺炸国际风云 那沙伦业务呢 目前呢 因为第三季开始是消费消费者旺季 所以呢 有望随着工具机跟PCB的客户需求 抑制他下半年的一个营运 再来呢最重要一点是 目前他受惠这个AI晶片 都是用台积电的5奈米先进制程 再加上苹果大通这些大厂 进入3奈米的制程之后 他就会带动中沙的一个钻石碟的出货 所以下半年他的营运呢 渴望再足迹增长 那他这个再生金源的话就不用讲 因为他的订阅已经满载了 所以这个来讲 对他下半季来讲 都是对他营运都是抑制非常大的一个动能 好再来我们这礼拜 这礼拜还有讲到这个AI医疗股 那AI医疗股一直是我看中的一个项目 为什么 第一个下个礼拜其实已经进了 下个礼拜就要亚洲生技展在台北 那这次生技展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 这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 而且这次展览呢是全世界第三大的 他已经挤升全世界第三大的这个生技展 那首先再来看好他的原因之一 还有就是灰达在这个月12号宣布斥资5000亿 要投资一个生物商 一个科技生物厂商叫做Recursion Recursion就是要加速他的AI药物探索的模型 那我们可以看到Recursion它可以利用这个生物跟化学的数据 利用爬虫的软体AI的技术去抓绝他的资料 那再来台股下半年由AI炒热生技肋股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在11月30号台湾又有一个生技展 这个生技展也是全世界排名第三大的 就是医疗跟生技合起来的一个展览 那到时不只是医疗界的人士会参与 那包括许多科技业的厂商 已经列入参与这个所谓的科技医疗展 那势必呢未来会带动台湾这个所谓AI医疗一个产业 那目前在目前对全球医疗人工智慧市场预估 现在每年会以42%的年复合增长率去增长 那有机会在2029年它的规模可以达到1697亿美元的规模 那这是AI智慧医疗的一些概念股 其实这几天他们都涨很凶 而且也被关紧闭 就是紧四股 那第一次要讲的就是明达一 明达一它的本益比只有18.54倍 那基本上低于平均的同业平均本业比 同业平均本业比大概是在44跟45倍 所以我们看好它未来股价有一定的涨幅 那在昨天的话 18号到20号它的涨幅已经到了17% 那昨天虽然被关紧闭 但是它昨天涨幅也快接近了半根涨停板 半根涨停板 那目前本益比是22.98倍 那目前来讲的话 它还在平盘下 还在平盘下做个整理 那预计整理过后 因为它现在被列管 所以在有压 对它的涨幅算是有点压抑 但是我们后面还是持续看好它的类股 那可以看到它的第一届本益比 还是呈现双位数的成长 那看好它的理由也是 1到6月营收创新高 那再来它已经在2019年很久之前 就已经跟这个AI的业子Ferili做合作 那主要是针对糖尿病四网膜病面的眼科疾病 提早能提供一个预防 那目前它的OEM大客户也释出新的机种 那预期呢 这是今年最重要的一个营运动能 好那再来呢就是宝瑞 宝瑞也是我们18号跟大家介绍 那主要是看好它突破了783的一个卖压区 这个卖压区很重要 只要你突破卖压区的话 就等于是比较没有阻力 好那这三天呢 我们看到它涨幅也来到了17.7倍 那目前呢我们还是持续看好它 昨天虽然被关紧闭 就是变成警示股 但是它昨天仍然超过 它的涨幅仍然超过半根涨停板 那目前本益比是29.69倍 那你看它的第一季它的EPS增长率高达41.419倍 等于是增加了4倍 所以它的整个不管是在营运上 或者在获利上都是非常的漂亮 好那这是我们为什么看好宝瑞的原因 第一个也是跟那个明达一一样 它的1到6月的营收也是创历史的新高 那再来加上宝瑞呢 它一直有在应用这个 不断的在应用这个AI技术 来加速它的一个新药上市 那再来呢 保瑞在这个CDMO订单稳定下 还有全球销售业绩下 它的EPS有机会从30块起跳 那最后一个是台药 我们看一下台药 台药其实是这三支涨最慢 但是今天的涨幅已经超过4.8% 盘中一度快接近涨停 那台药也是我们看好的一支股票 好那它这三天涨幅比较低 那现在就是起起直追 好那我们主要看好它的原因也是 它的营收也是创高 那未来呢 它又跟它的大厂签了5年的合约 所以这5年的合约 基本上帮它已经定好的这个 基本的一个营业绩 所以这部分的话 对它来讲是吃了一个定心丸 再加上它的本益 它的EPS第一季年增率高达93.69 那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成绩 好那我们的节目 今天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投资朋友收看 那也预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下礼拜一我们同一时间见 谢谢拜拜 拜拜